据中国新闻周刊 湖南省南哥海城职业学校 与深圳一家劳务中介合作 将多名毕业生介绍到菲律宾 从事客服文员工作 这些毕业生却后才发现 他们从事的工作其实是联系一些赌客 在赌博平台下赌注 回国后 他们因涉嫌开设赌场罪相继被捕 多名毕业生受访时并未否认 自己从事的工作触犯了法律 这些毕业生毕业时刚刚成年 涉事未深缺乏社会经验 之所以出国务工 也与学校的背书推荐直接相关 舆情发酵后 校方一句不知情的回应 显然不具有说服力 多个案例显示 在中国现在的部分职校生就业市场中 自上之下形成了一条 由用人单位劳务中介 学校毕业生构成的利益链条 这些中介内部人员纷纷表示 给学生介绍工作时 他们根本不看中学生所学专业是否对口 他们看中的是学生进场后 中介和学校能从用人单位方面 获得多少介绍费 为规避法律 他们也有很多对策 如中介公司就以资助学生的名义 把介绍费达到学校账户 或私下直接给学校领导 有的中介公司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公司 以公司的名义跟校方签合同 有专家表示 有些中介未规避责任 经常在成立三五年 或者更短时间内 就住校公司换马甲 目前校方主要负责人已被拘留 常德警方正在对校方相关违法问题展开调查 在该事件中 校方和中介公司的违法行为 一旦被查实 也将受到法律惩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